歡迎收看10月25號的財經Esperso 晚上好,我是醒龍 上週五,美股普遍下跌 週一區域股市個別發展 馬股在投資者觀望週五登場的財政預算之下 全天徘徊在漲跌之間 中場微跌0.14點,收報1587.94點 匯域方面,投資者對於預算暴持正面的情緒 加上油價上升 馬幣兌換美元升到4.1480令吉 兌換新元同樣漲到3.0876令吉 回顧上週的交投數據 雖然宗旨在上週後期又再失手1600點 不過外資依然對馬股不離補棄 全州竟買5億8760億萬令吉 本地散戶也竟買了7483萬令吉 結束前兩週的撤資步伐 至於本地機構則是繼續離場 竟賣6億6244萬令吉 接著我們有期的對抗人員單元 首先是松下電器Panasonic的消息 日經新聞報導 這家日本企業的電視業務 受到中國和韓國對手的價格競爭 而持續陷入虧損 因此計劃在2022年3月底 全面結束歐洲的電視機生產業務 這意味著 該集團2019年全球還有多達8個的電視機生產基地 將大幅縮減到剩下兩處 其中一個正正是大馬 從下預計大馬和台灣的電視機工廠 今後主要生產高性能的高端機型 以維持自主生產 從下2000年代掌握全球高達雙位數市場份額 可是目前下降到不到2% 而截至今年3月的財政年 該集團的電視業務 借助宅家需求的東風 時隔兩年終於轉虧為盈 賣出大約360萬台電視機 可是該公司認為要擺脫虧損 有必要大幅削減固定費 因此決定整合電視機製造業務 只保留大馬和台灣兩處 手套公司速博馬由於捲入強迫勞動的指控 從10月21日起 其所生產的手套 在各口岸受到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的扣押 速博馬目前約有佔總銷售額20%的產品 銷往美國市場 該公司今天表示 在CBP發出暫扣令之後 如果產品無法轉售到其他的市場 將對財務造成重大的影響 而該公司將採取措施 盡可能將運往美國的貨物 轉移到其他市場 今天閉市的時候 速博馬下跌10%或5% 收報1令吉93仙 已經改寫去年5月以來的新低記錄 遍布全球 在大馬也設有學校的來佛式教育 收到了新加坡當局發出的指令 被要求提供艾芬銀行向子公司Raffles K12 和Raffles Iskandar提供貸款的相關文件 以調查是否觸法 這家在失誠上市的公司 上周就向新加坡交易所報備 指公司了解多名董事接受當局的問話 而相關人士可能觸犯 證券和期貨法令第203條 作為正常的程序 他們一向當局交出了護照 然而 該公司並沒有具體說明潛在的罪行 也沒有解釋艾芬銀行向提供的貸款 與潛在罪行有何關聯 日前賴芙士教育的第二大股東黃宏年 也質疑公司的主席周華盛和他的配偶 如何擁有足夠的資金來購置昂貴的資產 同時還為公司提供貸款 最後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了